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请两位发表你们的感言 今天能和丁老师一起获得这个荣誉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其实也挺意外的 为什么呢 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一个长相比较成熟的演员 但是没想到成熟到了这个程度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不是 是您太年轻了 我跟丁老师其实合作 这个是第二部戏 现在我们还正在拍着一部电影 丁老师是一个特别敬业认真的演员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也是永远充满了创作的激情和充满活力的 让我很敬佩 其实也不只是丁老师 还有我们繁华的爷叔 尤本昌老师 其实他已经九十一岁的高龄了 我还记得他在现场跟我说过一句话 让我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很感动的 他有一天就是很冷嘛 然后我们拍到了后面的大概三点吧 然后 有老师跟我聊天的时候 跟我说 那个老天带我不薄啊 当然这句是我自己的话啊 然后说那个 很感谢他能在九十一岁的时候 还能有机会演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他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 就是 这些让我尊敬的老艺术家们 老前辈们 给了我很多动力 让我知道就是 你永远保持真诚的热爱 你就可以永远年轻 还想说啥来着 那个 所以 还有我们导演 王家卫导演 Jackie姐也是 永远看见 他们在现场 不知道喊泪 永远充满激情和热情的创作 所以感谢 帆花 感谢王家卫导演 然后感谢我们台前幕后 一起合作的 所有的工作伙伴们 然后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给予我这样的鼓励 我会再接再地 继续努力 谢谢 丁老师 大家好 很少出席这样的场合 真是 还有点紧张 很荣幸 能够跟 好朋友 辛之磊 一起 获得这个荣誉 辛之磊 在繁华中 非常成功地 塑造了 惊艳 美丽的 莉莉 给广大的观众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这里为他高兴 祝贺他 能够得到这份荣誉 要感谢南来北网剧组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们 还要感谢 这样吧 咱们还是为了团结 我还是把它念出来 你还带小抄 别别到时候到时候 叫大家不高兴 不好了 感谢出品方 中央广播电视动态 感谢爱琪 感谢剧情天下 影视传媒的信任 感谢联合出品方 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 对该剧创作拍摄的 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 我们的编剧 高满堂老师 以及导演 郑小龙和刘章木先生 在拍摄当中 给我的支持 还要感谢 就是跟我合作的 白敬廷 金晨 江岩 刘冠林 以及剧组 众多演员的合作 谢谢他们帮助我 呈现了马葵 这样一个角色 中方卫视上海 是我的福地 我上次得到 白玉兰奖 是在上海 这次呢 又能够在上海 得到这样的荣誉 我今后会继续努 和广大的同仁们一道 讲好中国故事 演好中国人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品质盛典 感谢我的家人 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想再追问一个丁老师的问题 丁老师在做演员之前 其实做过很多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筛杀工 比如说电工 比如说泥瓦匠 这些丰厚的生活的经历 对你塑造 人世间当中的周志刚 以及南来北往当中的马葵 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益处 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吧 留下的这样的 那个时候是一种痛苦 是一种苦难 一种磨难 今天来看呢 由于从事了这个职业 它又成了我的宝藏 我感谢生活 感谢生活 赐予了我这么多的资源 今后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演戏 所以我们看到您在屏幕上的时候 感觉不像是在演戏 就是在构建生活 那我也想问问直磊 替我们的观众了解一下 繁华剧中的未解之谜 我们知道李李在结局的时候 其实他的感情部分是留白的 但是作为扮演者 心直磊 如果你要选的话 在X先生和宝总之间 你最后会选择谁 选宝总而选A先生 宝总你不要紧张 选你呀 我觉得这个不是选 我觉得这个不是选不选的问题 李李是没得选 A先生已经不在了 然后宝总不是他的 宝总是很多人的宝总 李李是没得选的 好的 再次谢谢两位 我说你能不能这样子的宝总 我说你能不能这样子的宝总